上海的疫情已经经过了将近两个月了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落难见人心 在全国各省市都在援助上海 共同抗议之时 娱乐圈明星们也在非常积极 且低调地为上海送取他们的爱心 蔡徐坤出手持援上海 虽然晚了点 但看得出来还是很用心 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温暖了每一个人 近日顶流蔡徐坤也开始捐赠物资持援上海了 而她的捐赠对象也是十分特殊的 她选择了上海第二救助站 和上海儿童福利院等地捐赠了生活物资 并留言希望与爱从未离开 重新守护上海加油 早前因为没有看到蔡徐坤本人出手 而是粉丝用她的名义捐献 而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纷纷表示自己不出声 全靠粉丝来为他们争光 而且网友还指责捐献的物资 还都是蔡徐坤代言的产品 因此网友们表示 这不知道是捐献 还是在给她做数据 而除了蔡徐坤之前 还有另一位鼎流也遭遇了同样情况 那就是肖战 肖战前段时间也是和蔡徐坤一样 一直没有对上海伸出援手 同样也是粉丝用她的名义 帮其捐献了一批物资 并且这两家粉丝的做法也全都一样 捐的也是肖战代言的产品 同样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吐槽 不过肖战于4月17日向爱德基金会捐赠50万元 用于支持上海疫情防控工作 看得出来 这些顶流池园上海虽然比起黄晓明晚 但是还是很有心的 因为从他们的池园对象 以及池园的物资来看 他们的确是花了心思的 而比起蔡徐坤和肖战 邓超夫妇可是从一开始被网友们吐槽到了现在 孙丽是上海本地人 而邓超则是上海女婿 在上海疫情爆发后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就已经被网友们吐槽忘恩了 在下海疫情爆发后